如果有一个线段长为64公分 然后我们必须应用尺规做图的方式 将它分成8公分及56公分 题目问我们说 请问我们要做中垂线的图做几次呢 因为我们在做线段的比例的时候 我们学过的方式是用中垂线的方法 所以题目也会这样子问我们 首先我们先来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线段它是64公分 它整个长度是64公分 那如果我们运用中垂线的做法 运用中垂线的做法 我们第一步我们一定是在中间做一条中垂线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64就分成了什么呢 64就分成32公分以及32公分 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还是做中垂线 我们就选一边继续做中垂线 做中垂线之后呢 这个32公分我们就把它再除以2 变成16公分以及16公分 那最后呢最后呢我们再选一边 我们再做一次中垂线 所以最后最右边这个16公分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8公分以及8公分 那就找到我们所要的8公分的长度 在这边 所以最右边这个线段长的部分就是8公分 然后呢56公分是怎么来的 56公分就是全部的长是64公分 减掉8公分就会是56公分 所以题目问我们说 请问如果我们要将一个线段64公分的 分成8公分以及56公分 我们要分成我们要做几次中垂线的做图 好我们来数数看 第一个刚刚我们一开始先把64分成32跟32 这边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做图 再来再把32公分右边这32公分 再做一次中垂线分成16公分以及16公分 这就是第二次的做图 最后我们将最右边的16公分 再分成8公分以及8公分 我们就做了三次中垂线的做图 做完三次中垂线的做图 我们得到了8公分 也就得到了56公分 所以这样是做了三次中垂线的做图 当然题目还可以问我们更多其他不同种的变化 好这就是运用中垂线的做图来把线段做比例的分配 所以我们的先把线段做图来看 我们的先把线段做图来看